怀孕初期细微的表现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王亚琴 陕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人医师 在怀孕的初期呢 我们说在每个妈妈 即将作为一个初次的孕期的妈妈来讲 她们有一些心理和身体细微的一些变化 首先是心理 那么刚刚知道自己怀孕以后 她会非常的兴奋 当时也有一些担忧 所以我们平时在门诊经常见到的妈妈呢 她会对怀孕既有喜悦又担心 这种心理的变化 那么可能会对妈妈来讲 造成心理和生活上的一些变化 她觉得我要当妈妈了 那么接着而来呢 就是有一些孕生的一些反应 比如说到四十多天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恶心 呕吐 那么严重的一些妈妈呢 尤其身材比较苗条的一些 也就是说身体呢 比较消瘦的妈妈呢 往往还会有一些叫认身巨吐的这个表现 那么也就是说 她吃了以后 她很快就会恶心呕吐 那么造成一个 我们经常叫酸中毒的一个情况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检测呢 通过尿的试验就会发现 我们尿里边有酮体 那么尿酮体阳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那么妈妈已经处于 认身巨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 当然这些细微的变化呢 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忍受的 比如说我们大部分人呢 就是有一点恶心 呕吐 那么到了四十多天 五十多天 我们做B超就有胎心了 那么同时呢 我们在血里边的检查 比如说血HCG啊 还有尿运检的试验都是阳性 那么这些细微的变化 都会对妈妈在生活 心里 和她的这个身体方面 都会带来一些不适 所以我们这些细微的变化 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 对待 那么都是可以克服的 那么经常我们 为什么有些细微的变化呢 也就是说 这个情况呢 是因人而异的 那有些准妈妈呢 她呢就比较强烈 恶心无土 甚至不能工作 但是大部分妈妈呢 就是有一点尘土 所以我们经常在电影 或者媒体里看到 刷牙的时候恶心 或者是看到别人进尸的时候 她有些不适 马上就呕吐 那么这个现象呢 都是我们在早孕期间 细微的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也希望呢 就是所有的准妈妈 还有新怀孕的妈妈 我们在提前 知道这样的情况以后呢 心里有个准备 那么一般 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 都能够克服的 当然我们大家知道 在孕育宝宝的过程中 我们提前是要做准备的 做哪些准备呢 我们一般希望 在孕前的半年 我们进行一个认真的体检 对于一个健康妇女来讲 我们每年要做一次健康体检 但在孕前呢 我们要做一些 比如说我们妇产科 那么在宫颈的一些病变 比如说我们大家知道的 HPV的检测 它是一个宫颈癌的一个诱因 所以呢我们的 这个宫颈的TCT的检查 业绩细胞学和HPV 包括我们阴道细胞学的检查 都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形 因为我们在整个怀孕期间 我们是不便宜做检查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全身的检查 比如说B超对于盆腔 还有我们肝胆疑皮的检查 另外肝功肾功心电图 基本的检查 我们是要进行的 检查完以后呢 我们医生有个结论 说您是不是有妇科 或者有没有盆腔方面的炎症 或者全身有没有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在这段时间进行调理 随后呢 我们在妊娠的前三个月 把叶酸要服上 这个特别重要 那么叶酸的服呢 我们既可以确保 我们妈妈的营养的补充 最重要的就是 那么在怀孕以后呢 宝宝呢可以预防 它的先天畸形的发生 那么由于我们中国 叶酸的补充 现在把神经管畸形 已经从过去 在80年的第一位的畸形 那么已经 现在延后到了第九位 所以也希望呢 我们在补充叶酸 和在我们孕前的准备方面 为我们早孕 细微的变化 能打一些基础 那么也预祝 每位准巴马 能够健康孕育 自己的小宝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